哈囉大家好 我是曉月 你們來日本的時候 一定會吃飯吧 所以今天我跟你們 叫一下很實用的日文 一位就是一人 兩位就是二人 你們到餐廳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歡迎光臨幾位呢 就是歡迎光臨幾位呢 所以你們可以說 一人 這是一位的意思 一位是一人 兩位二人 三位三人 四位四人 你們可以說幾位 一人二人三人四人 這樣就 他們都聽得懂了 接下來你們進去餐廳之後 如果你們想要英文的菜單 中文的菜單 你們可以說 中文 就是中文 中文 有中文菜單嗎 的意思 中文 如果你們想要英文的話 英文 中文的菜單 有中文的菜單 有中文的菜單 有中文的菜 as well 有中文的菜單嗎 就是有嗎 的意思 很好用 接下來你們決定要吃什麼東西 那就可以說すみません 這個意思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說不好意思 那時候店員會過來 就可以點餐喔 接下來你們需要點餐就可以說 これください これください就是請給我這個的意思 これ就是這個 ください就是請給我 的意思 これください 很好用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們不知道要吃什麼 那就可以說 おすすめありますか? おすすめありますか? 就是有推薦的嗎? 的意思 但是如果覺得這個太慘 那就可以說 おすすめはありますか? 或是 おすすめは 這個就可以了 他們都聽得懂 那你們吃完了 然後要解散的時候 可以說 麻煩你 我要解散的意思 麻煩你 比如說 おかいけ おねがいします 這個很好用 要在店員的時候 先說 すみません 然後 然後 お買いけ お願いします 最後要解散的時候 如果你們沒有帶現金 然後想要用信用卡的話 可以說 カード 使いますか? カード 就是新用卡 的意思 使いますか 就是可以用嗎 的意思 カード 使いますか? カード 使いますか? 然後 J1之後 我們常常會說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就是 謝謝的意思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這個常常用 如果你們外國人說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我們覺得 很 客氣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可以 你們可以聰聰看 好 今天我教了很多東西 那覆習一下 一個人 就是 一人 兩個人 就是 二人 三人 四人 就是 四人 就是 有英文菜單嗎? 就是 英語のメニュー ありますか? 有中文菜單嗎? 中國語の メニュー ありますか? 不好意思 就是 住手就好 すみません 請給我吃個 これ ください 請給我這個 これ ください 有推薦的嗎? おすすめは ありますか? おすすめは ありますか? 我要結帳 お会計 お願いします お会計 お願いします 可以用信用卡嗎? カード 使えますか? カード 使えますか? 謝謝招待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謝謝招待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好的 今天我教了很多日文 如果你們 還不記得的話 可以從 從 從 從頭 從頭開始看 如果你們覺得 今天的影片 還不錯 那給我們按讚 然後你們要 訂閱 我們的 訂閱嗎? 訂閱 訂閱 你們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好 飛行 按摩 你的 再度 按摩 多 按摩 你的 喔 你 這裡